人氣話題來看到 全國首創的電子紙智慧路燈 在宜蘭縣中西文創園區啟用 這樣的電子紙智慧路燈 一展造價50萬元 透過風力還有太陽能系統發電 在多雨時音的冬季 可以連續運作四天三夜 也是災害發生時的最佳照明 另外在園區的停車場 還設置了兩座充電柱 提供給電動車充電 葉片被強風吹得團團轉 下方還有一塊太陽能板 有了這些裝置就能產生電能 供應給路燈照明 以及電子紙看板 宜蘭縣政府領先全國 在中西文創園區 建構電子紙智慧路燈 一展造價50萬元 未來即使天氣灰蒙蒙 它依舊能運作四天三夜 畫面轉到另一頭 停車場立起兩座充電柱 智慧路燈儲存的電能 同時會連結到這裡 目前提供給電動車免費充電 等待三個小時就能滿電上路 配合內政部永續智慧社區 創新時政吃飯計畫 相關系統正式啟用 要讓宜蘭縣節能減碳動起來 會從100一直到80 60 20 這樣子去做那個晚上的調節 未來遇到了大停電的時候 它還是可以有一個正常的運用 宜蘭縣政府表示 二月將陸續完成手機與電腦充電系統 免費給民眾使用 又讓造訪中心文創園區的遊客 體驗環保綠能 記者李克彥以來報道